今天咱们开始讲 史记的另外一篇 新的一篇 叫六国年表戏 咱们开始说过 史记它是纪传题史书 司马迁创立了这个纪传题 纪传题呢是 其实呢它是纪表至传 四种体力合在一起 但是一般呢 简称为纪传题 所以呢纪表之传 里边就有表 有志 志当然在史记里边叫八书 后来在汉书之后 才改名为志 史记的时候 它是管它叫书 后来因为觉得这书 可能太容易引起误解 所以改成为志 那是纪简章制度的 叫志 表 表 表这种体力 创始于司马迁 它是记载事物 分类排列 按年次或类别 练迹 复杂事件的文字 再给大家念一遍 表 这种创始于司马迁 它是记载事物 分类排列 按年次 或类别 列迹 复杂事件的文字 自从司马迁创立了表 这种体力之后 就是后世的史书 不断地在使用 一直到今天 咱们写史书的时候 表也还是经常要用到 比如说这个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一本书 它就是从几千年开始 一年一年的 这个都是大事 大事记式的 这就属于这个年表 那么从这个 刚才咱们说的 现代人编的年表 大家可以推想 这个史记里边的年表 但是和咱们刚才说的 还是不太一样 它的格式 首先就不太一样 它是真正列成了 这个表格 然后最右侧 那个书的最右侧 是因为古书 是从右往左翻的 它是竖排的 从右往左翻的 所以它最右侧 是最开头 它列着的 最右侧的第一行 列的是这个六国 都是哪六国 然后往左呢 就是一年一年的事情 这上方是年 这个纵的是国 横的是年 这样成为一个年表 比如说这个 魏国在某年有什么事 他就把这事 搁在这个格里边 齐国有什么事 他把这搁在齐国的 那格里边 这就是他的表 六国年表 六国 当然咱们大家都知道 就指的是 齐楚严寒赵魏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史记里边的 六国年表呢 他也包含秦 不但包含秦 而且还包含了 还附计了 魏国 就保卫的魏 郑国 鲁国 蔡国 宋国 等一些小国的大事 但是呢 他是以 战国七雄的 大事为主 那么这篇六国年表 序呢 就是在 这个六国年表 之前 司马迁 写的一篇 序文 咱们先看 这个六国年表的 这个序文呢 他从这个 周平王 冬谦 一直说到 秦国的发展 这个战国七雄 形势和秦的统一 用这些来说明 他做六国年表的 这个用意 出发 出发点 原来这个表呢 一共分为八个栏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 这个 纵的这个 一共是八个国家 就是 除了齐守 严寒 赵伟秦之外 还有一个州 但是 州这一栏呢 他大致呢 仅仅用于纪年 就是说他只是表示 哪年哪年 其他的 其他的那些表格呢 就是纵列 七国的 大事 所以他整个呢 是一个战国年表 这个表呢 就可以补充 本纪和列传里边 纪事的不足 而且这个表呢 他 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你 这个 一看都很清楚 他都列在 这 列在一起 而且各国之间 他在同一年里边 发生什么事情啊 这样你看的时候 就看得很清楚 这和本纪 和列传呢 这个都不一样 所以他有 他独特的价值 在这个表的最后呢 他 负了秦朝的大事 一直到秦朝灭亡 下面呢 咱们开始看 看正文 太史公 读秦记 至犬戎 拜幽王 周 东喜 落意 秦湘公 始封为诸侯 坐西志 用事上帝 剑断 剑断 谢意 礼约 天子祭天地 诸侯祭其 御内 名山大川 今 请砸荣敌之俗 先报力 后仁义 位在藩尘 而如鱼交寺 君子聚言 即文功于拢 让一敌 尊臣宝 应其庸之间 而目功修正 东敬 至和 则与其幻禁闻 中国侯国 谋矣 事后 陪臣执政 代夫释路 六卿 善 尽全 征伐会盟 危重于诸侯 即田长 杀 简公 而向其国 诸侯 艳然 辅讨 海内 争于 战功 三国 忠之 足分尽 田河 亦灭其 而有之 六国之圣 自此时 物在 强兵 并敌 谋诈用 而纵横 短长之说起 矫称 风出 世蒙不信 虽 致致 磅腐 有 不能约束 秦始小国 必远 诸夏 宾之 彼于 隆敌 至秦 宪宪之后 常雄 诸侯 论秦之 得意 不如 鲁卫之 暴力之 量秦之 兵 不如 三进之 强 也 染足 病天下 非地 显固 便利 便行 势利 盖若 天 所 诸无焉 这一段 大家看 虽然不是太长 但是 他 说到了非常多的 历史事实 非常概括 非常 简练 咱们 一句一句地看 太史公 读秦记 太史公 就是 司法迁 自称 这个太史公 本来是 官职的名字 咱们大家都知道 司马迁的父亲 就是 太史公 太史令 那么他 后来继承父业 又接着 这个 撰写史书 最后写成了史记 太史公 是对 这个 就是 自己 自己称 这个自己是 太史令 所以叫 太史公 秦记 就是 秦国的史记 就是秦国的史书 他记的是 秦统一 中国以前的 这个史事 至犬戎 拜 幽王 周 东喜 落意 犬戎 拜 幽王 犬戎 就是指的是 上古的一个 不如的名字 在商周的时候呢 这个犬戎呢 他游牧于 进水 未水之间 公元前 771年 犬戎和 申猴 联合 攻杀周幽王 迫使周王室 东迁 就是 所以这个 771年呢 公元前771年之前呢 叫西周 后边呢 叫东周 秦湘公 史封为诸侯 秦湘公 他呢 因为护送 周平王 东迁 有功 所以呢 被周平王呢 封为诸侯 史封为诸侯 这个史 在这是刚刚 刚刚的意思 这个秦朝呢 他早先呢 只是一个部落 到这个秦湘公啊 咱们说的 这个秦湘公 就是被这个周平王 东迁的时候 东迁之后 分封为诸侯的 这个秦湘公 从这个秦湘公的爷爷 他爷爷呢 叫秦仲 仲就是 单里人一个忠字 秦仲的时候呢 才被周天子啊 周宣王 封为 代夫 到了这个秦湘公 被封为诸侯之后呢 秦国才逐渐成为诸侯王 所以这秦湘公呢 也是秦国的 开国的君主 他刚刚被封为诸侯 就怎么样呢 就做西智 用事上帝 这个西智 这个所谓智 就是古代 祭祀 武帝 武帝 的地方 他的这个 这个智字啊 一个田字 一个寺庙的寺 这个字的本意呢 是 这个地基 后来呢 他也包括祭坛 和周围的矮墙等等 这个秦国呢 他有西智 夫智 密智 上智 下智 等好五个智 就是其中的这个西智呢 他是建立最早 按照五行学说呢 西方属金 对应的颜色呢 是白色 所以呢 秦呢 他因为处在西部 所以呢 他最开始呢 他做的是西智 就是他表示他自己是西方的 他首先要敬西方的神 后来呢 这个西智呢 又专用于祭祀白帝 就是这五帝 不是咱们原来说的那个 而他说的是 这什么黑帝 白帝 黄帝 红帝 这个五帝 做西智 用誓上帝 这个用 是以的意思 就是以他来 誓上帝 这个誓呢 是 本来是侍奉的意思 在这呢 是祭祀的意思 这个上帝 大家注意啊 和咱们现在 说的这基督教的那上帝 那俩字完全一样 但是显然不可能 是基督教的上帝 那会儿基督教 还没有来到中国的 这个上帝呢 是咱们古代 指天上主宰万物的神 所以和基督教 那个上帝有点近似 但是 他的含义还是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一个是中国本地的神 一个是基督教的神 所以呢 他做这个西智呢 这个做是建立的意思 建造 西智 这个地方 来 祭祀 这个上帝 就是天上 天上的这个主宰万物的神 剑端陷雨 剑 就指着剑月 就是说 超越本分的 因为 按照 古代的理智呢 祭祀天地的 宗教权力 是属于天子专有的 就是天子 祭天地 诸侯 这下文有 礼约 天子 祭天地 诸侯 祭祺 域内 明山大川 你这个 天地 上帝是天上最主要的神 祭祭祂的话 那不是你这个臣子 臣子没有这个资格 只有天子才能够去祭上帝 所以他是剑端陷雨 就是已经 这个端呢 就是端泥的意思 就是这个开始 这种 这种 势头 这种征兆 陷雨 这个剑呢 就是出现的陷 已经出现了 剑月的端倪 剑月的征兆 下面呢 他就解释 为什么这么说 礼约 天子 祭天地 诸侯祭祺 域内 明山大川 就是礼书上呢 早就规定了 天 这个天地呢 是由天子 来祭 所以 北京 有天坛地坛 天坛地坛呢 都是皇帝去祭 你其他大臣 你说我今天高兴了 我到天坛去祭一下天 那立马把你拉出去砍头 那绝对不可能的 是吧 这个所以 在古代的理智 是非常 非常严格的 诸侯祭祺域内 明山大川 域内呢 就是说 他的 这个领地的范围之内 这个域呢 是江界的 既他管辖之内的 管辖范围内的 明山大川 他没有权力 去祭祀天地 近秦杂荣敌之俗 近还是现在的意思 秦呢 就是指着这个秦国 杂荣敌之俗 这个杂字呢 咱们也说过 这个荣敌呢 在这指的是 少数民族 就是边疆的少数民族 这个咱们说过不止一次 就是东移西荣南蛮 北迪 就是 这个荣敌 蛮夷 经常这么连称 这个是指这个 就是中原地区 离中原地区比较远的 边远地区的 各个地方的少数民族 所以荣敌在这就指着 就是概称 边远地少数民族 杂 在这呢 是动词 这个杂字 原意呢 是五彩相合 就是五种颜色相混杂 它后来就引申出 交错错综的意思 比如 这个周易里边有 六窑相杂 就是六窑交错在一起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杂呢 咱们可以活意为 掺杂 夹杂 秦夹杂的 这个 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习俗 先暴力后仁义 暴力 这也是 古汉语里固定搭配 这两个字 就是 粗暴乖章 叫暴力 仁义 就是仁爱争义 先暴力 后仁义 这个呢 可以理解为呢 是一种 形容词的 异动用法 就是认为 暴力 为先 认为 仁义 在后 但你这么说的话 恐怕一般人都 不太能听得懂 所以咱们可以 活意为 就是 他 重视 暴力 轻视 仁义 这样的话都 很好懂 实际上他要表达的 就是这个意思 位在 藩城 而 如于 交寺 藩城 藩 指的是 偏远的地区 叫藩 城 那是官吏 所以呢 这个藩城 位在 藩城 就是说 秦朝呢 他只不过是 偏远地区的 官吏 但是他怎么样呢 却 这儿是 相当于 却 如于交寺 交寺 是 天子 举行 举行的 这个 祭祀的 礼仪 就是在 天子在这个 郊外 举行的礼仪 叫交寺 因为这个 交寺呢 他祭祀的 就是天地 天和地 所以 只有天子 才能够 举行这种交寺 卢于交寺 这个卢 是陈列的意思 卢于交寺 这个鱼呢 是用的意思 就是 所以这个卢于交寺呢 此意的话 就是用交寺的礼 用交寺的仪式 陈列 所以 他的意思就是 举行交寺的仪式 所以呢 他这些啊 都是 僭越 都属于僭越 他 不属于他 应该 祭祀的 他去祭祀 君子 聚焉 这个君子呢 仍然是咱们 以前说过的 就是 泛指 猜得 兼备的人 害怕 秦朝的 秦国的这种 这些做法 下边 集文公 于拢 这文公呢 显然还是秦文公 于拢 这个拢呢 指的是 拢山 在现在的陕西 拢县东南 一旦 攘一敌 尊尘宝 应其用之间 攘一敌 啊 一敌 还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边缘的少数民族 攘 是 排斥 驱逐的意思 尊尘宝 啊 这个尘宝呢 是神明 就是在公元前 七四七年 秦文公 在 陈仓 陈仓就是现在的 这个宝鸡 东表 陈仓有一个 陈仓的北板城 啊 得到一个 野鸡形状的 玉石 他认为呢 这是一个神物 啊 认为呢 得到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 称霸西荣 所以呢 他 盖了一个祠堂 来祭祀他 而且把这个玉石呢 叫做 陈宝 所以 这个事情呢 就是 尊尘宝 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啊 迎 其用之间 迎 就是经营 其用之间 就是 现在 陕西 其山 凤翔一带 这个其呢 指的是其山 用呢 就是这个地名 啊 就叫雍 就在现在的陕西 凤翔一带 在那一带 经营 而木工修正 东进 至和 啊 木工呢 是指的是 秦木工 秦木工的时候呢 这个修正 正的是指的 国家的统治管理 修 在这是增进 改进的意思 啊 就是秦木工 改进 国家的 统治管理 由于他改进了 这个统治管理呢 所以使这个国家的 国力增强 啊 这个国家的面积 就开始扩大 东进 至和啊 这个境呢 就同这个边境的境 就是说 由于他 这个政治 比较好 啊 国力增强 所以他的边境呢 一直达到了 东边的边境 一直达到了 黄河 这样呢 则与秦桓 晋文 中国侯国 某矣 由于他的势力 发展的 非常快 所以呢 他就和 秦桓 秦桓公 啊 晋文公 中国侯国啊 中国 这个在咱们 已经说过啊 中国就是指的 中原 侯国 古代呢 将贵族呢 分为五等 就是 公侯国子男 所以他说呢 就是中原的 这些侯国啊 这些都是 春秋 所谓春秋五霸啊 这个秦桓 晋文 都是春秋五霸 所以 这个 但是秦桓公呢 由于他这个 势力发展的快 所以呢 他和这些 秦桓公啊 晋文公 这些中原的 这些 这个霸主啊 他也 差不多了 这个谋呢 是相等的意思 啊 差不多了 事后 陪臣执政 代夫世禄 六卿 善尽全 征发贵盟 危重于诸侯 事后 这个事就是这里 死的意思 啊 此后 陪臣执政 啊 陪臣 这是当时一个 专用的名词 他指的是 隔一层的 臣 就是 诸侯的 诸侯手下的 亲和 大夫 相对于天子 啊 对于天子 亲 大夫 家里的 家臣 对诸侯 啊 都自称为 陪臣 就是隔了一层的 啊 级别上 隔了一层的 这样的臣 叫 自称为 陪臣 执政 啊 他要掌权了 大夫 试路 大夫呢 本来是没有 试习的 啊 这个试路呢 就是试习的意思 啊 就是 世世代代的 都吃风路 六卿 善 善 尽全 这个六卿呢 就是 咱们 上节课 咱们曾经讲过的 啊 就是 指春秋时期 晋国的 范氏 中行氏 智氏 肇氏 魏氏 韩氏 六家 贵族 啊 韩兆魏 范 中行 智 啊 这六家 六家呢 善尽全 这个善是占有的意思 啊 他们本来 是晋国的 亲 啊 本来是晋国的臣 但是呢 现在呢 他们也 占有了 啊 晋国的 权力 好 这节课 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这节课 是 这节课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